各位法师 各位学员 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现在讲的是 唯一世三十诵讲记 我们根据 于林波居士的讲记 我们讲到第七讲 第七讲呢 是了境能变 也就是前六世 前六世了境能变 那第七世是什么 思量能变 第八世呢 一世能变 其实 我相信大家 跑久了 起码这三能变 是不是也逐渐熟悉起来了 刚开始会觉得很陌生 就好像认识人一样 光是要记个名字都不容易 到当我们很熟的时候 要忘掉这个名字都很难 是不是 所以真的是靠熏悉的方式 那这里有七段 有九亿 那红色的部分等于是第七讲 那接下来的这个后面的部分是第八讲 第八讲 所以这七段呢 就是一个是能变差别门 因为是第三能变 它的差别有六种 那我们这个再仔细的看 所以呢 这里因为有七段 一二三四五六七 但是因为这里多了 把这个第二个部分 是不是就变成两个亿 这里呢 也有两个亿 所以就变成九亿了 其实它是相对过来的 所以我们第七讲的这个主要的 也就是这七段 总共有七段的前面四段 所以第一个叫做能变差别门 第三能变差别有六种 在这个过程中 我大概就是会补充八识规矩诵 第六识的了境分别了 好 那我想这个细节就不讲 因为我们在过程中其实也都会详细的说 好 那么这里说 这个能变差别门 因为它属于能变 八识本身 是新亡 所以属于什么 能变 八识里头是分了三能变 前六识叫做什么 了境能变 第七识叫做思量能变 第八识叫做意熟能变 好 所以我们现在是讲到第三个 是从下面的第八识讲到第七识 然后讲什么 前六识 前六识 所以这是第三 第三能变差别有六种 那这六种讲的是什么呢 第一个呢 就是 随著根来立明 随所依之根而立六事之明 是因为我们是依于什么 眼耳鼻舌生意的六根 所以我们必须要是 那也是三点 所以我们说 所谓的修行 是不是都是活着的时候 有根生的时候 是要似于什么 六根 似于眼耳耳 鼻舌 鼻舌 舌生ERO 所以這裡的差別有六種是在講前六事 六根的這個六 後面也有六位 那是在心所方面分六大類 所以有時候我們光看這個就 就說在講哪一個部分當然就要接著看 仔細的看 其實講的是這六事 前六事 一個是依根來立名 依在根上來立名 一個是隨靖來立名 不通於自在位 隨根立名通於自在位 何謂通於自在位呢 就是說一般以凡夫來說的話 乃至我們具有父母生身 所以他這裡講說八地以上 五根互用 八地以上是什麼 無生乏忍了 是不是脫離了父母生身 是菩薩摩荷薩 第三道歐生起結 菩薩摩荷薩它可以五根互用 而我們因為具有父母生身的話 是沒辦法互用 是通於自在位 通於自在位也就是我們現在所用的 掩飾呢 是依於眼根原色靜 原色靜而生起了分 了別認識的作用 這個大家沒有問題 依根原靜而生起了視 生起了了別認識的作用 就稱為什麼 掩飾 對不對 那耳飾呢 是依於什麼 眼根源於生靜 這個叫做自在位 通於自在位啦 每個人是不是都這樣子的通法 正常的狀況 正常的狀況 父母生身的這個根身來說 那麼依於眼根原著生靜而生起了分別 了別認識的作用 稱為什麼 耳飾 那鼻飾 蛇飾 身飾跟什麼 異飾 所以呢 都是依在什麼 六根原著什麼 六靜而生了什麼 六飾 而生著六飾 好 那生著六飾 所以一個是依根來立名 一個是隨靜來立名 隨著這六靜來立名 第一個是不是隨著根 隨根來立名 第二個是什麼 隨靜來立名 第三個呢 光稱義式的話是第六式 第六式跟前五式 任何一式聚起 他有時候也會怎樣 同時而起 同時而起 尤其我們說五個門前做買賣 一個在家把帳開 是不是 有一個是開帳的 也必須要有一個開帳的 才會知道我到底看到了什麼 那所以同源外境 發生了了別作用 順次生起五種心念 會有五種心念 那麼一個叫做帥爾心 就是義式 都是從第六式 第六式 出對外境 在剎那當中 輕帥的了別 先有帥爾心 所以我們常講說 掩飾看到一隻狗來了 那我們的第六式 是不是也是 第一個就是一個帥爾心 我知道是一隻狗 那其實是 第六式 意式圓的什麼 同源外境 是不是也要藉著掩飾 才看得到現象 那第一個初心 叫做帥爾心 唯一是因為重向 它就會有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如果說是透過波瑞中觀來講 它就沒有什麼第一第二 因為透過因緣 透過因緣 它就不是那麼樣子的 因為這個也是要 種緣合合 我看到一隻狗 它就不會種在說 我第一眼看到什麼 第一眼或是什麼 是因為從相來看 從相來說 唯一是因為 把我們的心事 是不是分成八種 對不對 分成八種 所以它會 所以為事它會比較會 能夠去排順序 第一個叫帥爾心 第一個印象 在剎那間很輕率的去瞭別 我知道 是一隻狗 然後呢 尋求心 在帥爾心瞭別之後 進而就會尋求什麼 作用 會起了尋求的作用 這隻狗為什麼會跑來 是什麼樣的一隻狗 是不是會進一步的想啊 第六四 但是如果掩飾它 它想的能力就很差了 它只是去怎樣 去捕捉到這樣的一個影像 回來給第六四 五個門前做買賣 一個在家把帳開 開帳的是第六四 它起了帥爾心 尋求的心 之後決定 決定心 也就是意識 尋到了目標 進而決心了別 更進一步的 清清楚楚的說 這隻狗就是我找了好幾天 我到處去張貼 這是我的愛犬啊 到處去張貼它 終於回來了 是不是更肯定了 而且這個 是要靠第六四 若掩飾它有沒有這個能力啊 它沒有這樣的能力 但是呢 因為是第六四 是意識帶著前五四 所以 在為世三十頌來講的話 這算是 等於說它是一起講 就不像八世規矩頌分開來講 在我們現在為世三十頌 它是一起講 但是呢 還是會重在什麼 意識上 所以它會 還是把意識跟前五四 這邊稍微分開來 好 那染靜 染靜心 就是意識於了別外境之後 對於願親為順等境界 就起了什麼 染靜之心啊 會有願親為順 起了相對的 就是說 這支是我 失散了好幾天的 我到處去找的 到處去張貼還懸賞 那 它竟然回來了 有沒有它的那個親啊 對不對 因為是我所寵愛的 是我的愛權 所以我們常常會有情感上面的 愛或者不愛 或者某一個好討厭的人 怎麼又跑來了 那個也是經過帥爾尋求到決定 然後起了染靜啊 是因為我們的第七世 我的喜愛 我們的第七世 因為以自我為重的時候 這個 可以受我就喜歡 就會想要 不可以受我們是不是就很討厭 所以我們的那個感性的成分 其實往往出於什麼 第七世 第七世 所以它是屬於染靜心 染靜心 是微的還是順的 就是可以 可以還是不可以啊 因為從自我做出發的時候 我們就會很容易去分兩邊 對不對 小時候看電視說 喔 這個拍人 那個好人 其實好人壞人不是這麼簡單的分啊 但是我們只會用 小時候當然比較不懂的很多的事情 只是去分什麼好人壞人 其實是很複雜的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因為我們有第七世 的心也會怎樣 會跟著起來 然後呢 會等流 那種 愛得不得了 把他抱起來 不管他很髒我還照樣抱耶 會覺得 哇 他怎麼那麼瘦 變那麼瘦 是不是好心疼啊 那種 去礙染他的心 是不是就會持續 然後 趕快去為他做很多的事情 那是不是就是一種等流 他會接著 接著 那這樣子的一個 這種心 我想這個也是我們熟悉的 只是我們不知道去分這個階段 這樣知道嗎 一個是首先就是摔耳心 然後就去尋 到底是怎麼回事 然後 確實是這麼一回事 叫做決定心了 之後是不是就起了我的愛然 我的那個染靜 與我一定是有關係的 如果沒關係 我們就會 棄之而不顧了 那也是一種染靜心 那棄之而不顧 或者說 很討厭耶 它也是會延續 叫做什麼 等流 等流 它的這個心會相續 不會說馬上就斷掉了 但是會不會相續啊 所以我們的那個意識跟前五世 會順次的升起五種心念 那為世很厲害的就是說 為世為什麼它那個心念 可以分得這麼細啊 為世是又叫做什麼 余結系 是非常注重禪修的系統 像五片形有沒有 作意觸受想失 每一個念頭我們都只有到 後面才感覺到 其實我們從作意就開始 作意觸受想失 它是一連串過來 我們平常 一般我們的心很粗 不會去發現這個 但是當我們在禪修的時候 我們的心念呢 當我們禪修的時候 那個心念是可以把它放大 延長 然後感受到它是有磁地的 所以這個是為世的特質 所以為世會在現象上 去感受到種種的現象 那第六世它的作用也有兩種 有兩種 那一個叫做五具意識 一個叫獨頭意識 那何謂五具意識 第六世連結著前五世 叫做五具意識 如果第六世把前五世 稍微阻絕了 就叫做獨頭意識 就叫獨頭意識 我們都 我們最常在這個地方 我們現在幾乎都是五具意識 醒過來開始 大概都是五具意識 是不是都要藉著眼視啊 耳視啊 鼻視 蛇視 聲視 跟外境去怎樣 去接觸之後 然後第六世有沒有感覺啊 或者有批評啊 我們是不是經常在批評 指教很多的事情啊 那叫五具 五具意識 叫做代直靜 代直 這個代直靜來說的話 等於是帶著我們 自己的那個看法在看 藉著前五世的 五根的管道 起了掩視耳視 鼻視 蛇視 聲視 第六世連結在一起 這個叫做五具意識啊 這叫五具意識 這樣知道 五具意識又叫做代直靜 代直靜 所謂的代直靜就是 以心圓靜 以心圓靜 以第六世的心 透過了眼耳鼻舌身的根 圓到了什麼 色聲香味觸法的靜 這個叫做代直靜 代直靜 又叫做五具意識 那這個代直呢 這叫四代直 如果詳細的說 這個叫做四代直 還有一個真代直是什麼呢 第七世 第七世 往上圓 第七世也是心 往上圓第六世還是心 往下圓第八世還是心 叫做以心圓心 真代直 其實這個上一講就有講過 其實這個上一講就有講過 沒關係後面也會講到 因為第七世是不是在這個心的中間 往上圓也是心 往下圓也是心 因為第七世它沒辦法圓到外境 它是不是都在那個心裡頭 以心圓心叫做真代直 真代直是隨時隨地都在作用 從來沒有停過 因為第七世是不是從來沒停過 第七世不能停 一停我們就死掉了 我們的死掉是第七世離開了 不是它停了 而是它離開了 所以我們的生命的全圓 第八世的這些 殿圓沒辦法送上去 讓我們的六根能夠活動 對不對 所以這個叫做代直靜 這樣有沒有點概念 第六世連著前五世 以心圓靜 以心 以心 以第六世的心去 圓著外面的靜 圓著管道 所以要依在管道 依在根上面 是不是才能夠圓到外境 那個叫做代直靜 那還有一個狀況 就是叫獨頭義式 獨影靜 獨影靜就是 我這前五世讓它變得非常的沉靜下來 比方 要背課 或者要寫寫文章 或者要做做POPPOINT 那我要去找一個什麼 很安靜的地方 還是很吵鬧的地方 是不是很安靜的地方 讓我前五世不要那麼忙碌 那個心是不是才收得進來 收到我第六世來 收到第六世 但是也不是完全都看不見 聽不到 只是我已經不在意 聽到什麼 看到什麼 因為我必須要專心 做我的事情 寫寫文章 或者準備功課 或者準備什麼 那個是不是要花心思 要花心思的話 就要用什麼 獨頭 集中在第六世 叫做獨影靜 那獨影靜裡面 我們一般都在什麼 獨散 在這種散 比較屬於散亂的獨頭意識 就算我要好好的讀書 或是什麼 其實我們難免 也會去 受到一點干擾 但是我們知道時間有限 是不是要趕快抓回來 那個念頭 是不是要趕快抓回來 抓回來 但是那個是獨散的 還是散亂的狀態 那要如何不散亂呢 就是要修定 就是要修定 那修定有種種的修法 那在修定當中呢 有正定跟什麼 協定 其實定本身都是在 止息我們的念頭 但是我們的念頭 它不是單向的 不是說要讓它止息就能止息 它其實另外一個 那個又很像悄悄板 我這邊壓下去那邊會翹起來 這邊壓下去那邊又翹起來 所以要止關雙運 要止也要能關 那一般來講的話 四禪八定通 通所有的宗教 也有修禪定啊 不是佛教特有的 但是只有佛教的觀 不共於其他的宗教 為什麼 因為佛教 佛法裡頭最可貴的是智慧 我們修定其實是要有觀的能力 那觀什麼呢 要觀的是正法 觀的是正法 那麼它就會進入正定 如果觀的是邪法 一般啦 其他的宗教很難在正定當中 因為它在觀上 因為其他宗教很少講到智慧啊 那個 比較沒有甚深的教義 其實 我們修定的時候 我們雜亂的心要讓它沉靜下來 但是希望能夠起一種清淨的念頭 當然有很多種方式 比方在南傳的原始佛教來講的話 像安波念 觀呼吸 對不對 或者叫做四五亮心 慈悲喜捨四五亮心 或者專門就觀慈心 或者觀四念觸 對不對 有種種的觀法 其實這些是不是都跟佛法有關啊 我們觀的要跟佛法有關 那麼 能夠進入正定 在正定 在獨頭意識裡面的正定 才會有性靜的出現 才會有性靜的出現 那這個性靜的出現是什麼 就是達於聖者的境界 其實它是一種聖者的境界 聖者的境界 超凡入聖 正德涅槃 正德涅槃是需要在定中 為什麼要在定中 因為要把第七世的雜染的心 把它扶住 讓它不起雜染 不以我為主了啦 那我們平常散亂中 是不是都以我為主多啊 幾乎都是以我為主 以我為主 那我們在觀念上 我們要先在初的觀念上 要去降伏 到細的時候才伏得下來 所以透過信空啊 這些 是不是都是在教我們 不是有 就是說 有我是一般的現象 有我是世間法 對不對 越是有我 我們越落在世間法當中 跳不出去 所以佛陀就教我們要怎樣 要無我 要透過無我 透過無我 在散亂中 聽經文法其實也要先 調我們的粗的煩惱 才能夠去調到細的 那麼 這個也要經過一大歐聲奇節 能不能向上的關鍵是什麼 是會啊 能夠不往下是什麼 持戒 對不對 要先止諜 是不是才有上揚的機會 要如何止諜 就是要持戒 要有善業的基礎 然後透過會 是不是才能夠向上 為什麼透過會能向上 尤其是波瑞會 是因為怎樣 透過信空 放下自信王子 是放下才向上 放下才向上 過程中 關鍵是會 讓我們向上 但是定呢 要去輔助 佛教所修的定 是為了會喔 是為了會 不是為了色身 喔 要讓我健康 所以我要來修定 或者修精煉氣 或者喔 我想上天堂 這個都不是佛教的目標耶 其實我們是為了發會啊 能夠穩定會 哪一次能夠驗證會 文會 詩會 修會到憲證會 憲證會 憲證會就是性靜的現前 好 所以是這個部分是最 好 讓我們在果位上的提升 是要鎮定才可能 好 還有呢 獨頭意識 在夢中 非常累了 我們去睡覺 色身休息了 但是 喔 有的人就搞迷茫有沒有 搞迷茫 就是說 他的意識沒停下來 所以就喔 做夢 夢東夢西的 那個叫夢中意識 那個也是獨頭 因為喔 都在自己的境界 而且 會發現說 要到哪裡 你嗅一下就夠了 對不對 連嗅都沒有 忽然在哪裡 忽然在哪裡 有沒有 而且雜亂無章 雜亂無章的 這是夢中意識 還有人叫狂亂意識 氣笑 氣笑 氣笑就是 在他的腦海裡頭 他陷入他自己腦海中的世界 所以我常講說 這是真笑還是雞笑 打狂壞就知道了 如果真笑 你打他 他不會痛 因為他的身 身世不起作用 因為他完全在他意識裡頭 但是雞笑呢 就愛愛叫 對不對 那叫做雞笑 那不是真的 真的狂亂 真的狂亂是在腦海中 其他的事情對他一點都沒什麼影響 所以那叫獨頭 所謂的獨頭就是 就是落在第六式上面 當然其他這些都不完全能夠 除非在 尤其在修訂的時候 修訂的時候 就有可能讓前五式怎樣沉靜下來 所以這個叫做五具 所以有兩種 叫做五具 意識 是因為意識跟前五式 這個劇情 共同的了別沉靜 可能 一句 就是說可能第六式 跟眼式合起來 或者 第六式會跟耳式合起來 像我們現在是怎樣 是不是五具意識啊 全部都有 一句或二句或三句或四句或五句 誓言而定 這個叫做什麼 大以直徑 那獨頭意識的話 就是不與前五式 人家聚起 單獨發生作用 所以會有獨閃的意識 想東想西 計畫這個計畫那個 是不是也都在腦海裡頭計畫 但是那個是在閃中計畫的 還有定中修定 夢中 還有狂亂 這兩種作用 藉著這兩種作用 就是五具 平常生活 我們都善用這 生活中大概五具意識多 是不是 帶直徑多 偶爾 獨隱 是不是偶爾獨隱啊 所以呢 藉著這兩種意識呢 就會透過 聽經文法 像聽經文法說 五具意識啊 所以 我們這個 聽文佛法叫做 彼婆舌那 如果禪修叫 是要修定 修定的話 可能就是要盤坐了 我們現在在聽經文法 就沒有說一定要盤坐 對不對 都可以以坐向 現在兩腳垂垂在那裡 都叫做以坐向 因為不是要修定 而是要修什麼 修慧 依正法而修行 以慧來怎樣引導 那修定呢 是做輔助的 達於聖者定慧均等的話 就進入所謂的超凡入聖的境界 也就是性靜的現前 所以性靜的現前呢 可以說對我們凡夫 就是說他不會出現在我們凡夫的生活經驗裡面 因為一旦能夠感受到性靜現前 你已經不是凡夫了啦 就已經不是凡夫 他的關鍵就是性靜的現前 性靜的現前 行者驗證 聖者諸法實相的境界 也就是涅槃的境界 涅槃是什麼境界呢 就是真理現象的境界 那叫做諸法實相 就是借著法性空會來的 有沒有 性空 是不是透過性空而向上 透過性空而向上 所達到的境界 稱為什麼 性靜 其實他就稱為性靜 就是這個 從這裡開始 如果以解脫為主 就是正出國 如果以菩薩道呢 就是登出地 登出地的聖者 所以我們說從這裡開始 才能夠 是因為去驗證了什麼 性靜限量的現前 但是這裡的量很少喔 一點點就如同一道曙光而已 而且不穩定 它並不穩定 所以我們常說 我們凡夫好像在烏雲密布之下 上面有太陽光 但是因為這個烏雲呢 太濃了 濃到說 我根本都沒有見過太陽光 但是我們又要確信上面有太陽光 順境的時候還可以喔 逆境現前 喔 沒關係 在那裡用功 喔 業障又到我現 現前 喔 很辛苦 就會覺得這樣修行 到底 到底有用沒有用 我們是不是也會懷疑啊 那是因為我們都沒有驗證到 如果能夠有 有機會 真的 哇 終有一輩子 不是有一天而已喔 終於 累積累劫術士的某一輩子 我終於有能力播雲見日 斷了移啊 三節裡頭是不是要斷移啊 不在懷疑上面 只要有一倒數光 我就確信上面有太陽 而且是驗證到了 對不對 雖然它那個光的量很少 但是它的值是不一樣的 來自於太陽 所以我們所謂的凡夫 都是在帶直鏡跟什麼 獨影鏡裡頭 分段生死 我們在這一段 在這二大歐生期節當中 是不是都是分段生死生 也就是父母生生 因為我們的第七世都是染著的 所以我們透過獨影鏡跟帶直鏡 尤其是帶直鏡 我們在學習的時候 幾乎都用帶直鏡的方式 在做什麼啊 比量 我們現在是不是也在做比量 凡夫跟佛陀 到底有多少的落差 跟菩薩 跟身文 跟圓絕 是不是都一直在比啊 要比的正確 那麼就有機會向上 但是我們有非量的基礎 我們的第七世是非量的 以心圓心 叫做真帶直的本身是非量的 所以我們修行的果位到底在哪裡 的關鍵在第七世 染著的程度 所以我們的第七世的染著 就如同地心引力一直拉著我們向下 而我們要拼命向上的話 要透過什麼 比量的方式 我們用比量才能夠去脫離非量 那如何比量 是不是要吸收佛陀教給我們的 這些真理法則 真理現象 來做比量 才能夠去脫離非量 透過比量脫離非量 也在這裡真的是脫離了 之後呢 限量限前 性淨是限量的 真理的現象叫做限量 它是平等相的現象 我們常說是透過信空而達於相空 的那個相空就是真理的現象 因為 緣起性空是真理法則 是不叫真理法則 是不叫真理法則啊 也就是我們 現象的現象 真理現象的現前 真理現象的現前 那麼它是透過性空來的 性空就叫做平等相 所以我們驗證到的 這個叫做平等相 諸法實相乃諸法空相 不是空空如也之相 而是什麼 平等平等之相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是因為所謂的性空 的空不是空空如也的空 性空的空 是在否定什麼 單一不變實有的主宰性 否定特殊性 所以它其實是在展現平等性 所以這裡的平等 平等到什麼程度呢 覺諸細論 沒辦法言說 任何的言說 都有我的成分 這樣理解嗎 我是最公平的 這句話已經不夠公平 是我認為的公平 你不見得認為我很公平 你在講你很公平 我也不認為你很公平 因為那個帶著自我的成分在 是不是帶著我們的雜染 所以聖者到這個境界 他不用 他沒辦法說 叫做覺諸細論 言語道斷 因為任何的說 已經沒辦法到達 這個也是佛法困難的地方 明明要藉著語言文字 確實到這裡不能用語言文字 所以我們常說 這個是要用 波瑞傳從此岸到彼岸 但是能不能上岸 我們還得要放下 波瑞傳 你沒有傳 不可能到彼岸 對不對 但是你要上岸 必須要放下 波瑞傳 放下對文字 語言的什麼 依賴 這個叫做聖者的境界 聖者的境界就叫做性淨 叫做限量 所以我們凡夫 可不可能有性淨限量的現前啊 不可能 因為一旦 現前的 現前了 我們就是聖者 就不叫凡夫了 所以我們說 聖者自正 聖者自正 那有的人說 為什麼我都不知道 為什麼我都不曉得要怎樣正 如果都不曉得 那表示我們還是凡夫 如果我們方向對的話 我們會越修越知道 會越修越清楚 然後越修越怎樣 到真正的現前的時候 那是在定境道中 那叫正定 是這個 我這應該把它畫成藍色 應該改成藍色的 就是這個 所以雖然我們有三境啊 但是我們凡夫就只有兩個境而已 這樣能不能理解 我們凡夫只有兩個境 只有兩個量 我們都有非量的基礎 所以我們不要再自以為是 要自以為非啊 是不是有錯誤啊 我們都有錯誤的成分喔 其實我們都有錯誤的成分 所以我們要透過比量的方式 要透過比量才有機會 拉著向上 不是拉著 其實 而是放下向上 放下向上 所以常常講說 如果101比賽 誰跑得最快 是不是要放下 拋下很多什麼 叮叮咚咚的東西啊 還是要帶一堆啊 帶一堆上去 一定跑不過人家的第一名 對不對 是不是要越簡單越好 越容易跑上去 我們平常就是 因為執著太多了 我們的內心 不知道裝了多少 叮叮咚咚咚 沒有必要的東西 那個 就是我們的自信妄知 所以我們就老 會往下 掉 所以呢 聖者自證 聖者是自證的 但是無聲乏忍之後 能夠蒙佛授祭 有沒有 佛陀 會來為 七地圓滿以上的菩薩說 你將來必定成佛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沒有父母生生了 他這個叫做 分段生死 這個叫變異生死生 他可以分身無數衣 誰處其求誰出現 因為他沒有第七世的雜染 因為只要有第七世的雜染了 第七世就會帶著第八世去投胎轉世 七八兩個合在一起 必然跑去投胎轉世 全自動喔 不是我要跟不要喔 我們現在想一想都不要我不要 不要那是第六世的事情 死亡的時候前六世都沒有作用耶 我們活著的時候我們以為第六世在做主 其實是第七八兩世在做主 尤其死亡 七八兩世做主 只要有第七世的話 一定要去投胎轉世 不是我要跟不要 而且第七世它是全自動的 不是我們考慮要跟不要 這個很像脊椎反應有沒有 那個什麼 小學的時候說 這個 膝蓋 用錘子 一錘它是不是自己就會跳 不是我要不要它跳耶 這是生理反應 第七世 第七世它是自動自發的 所以呢 三性三境三量 來說的話 前六世因為受到外境的影響 會起善惡跟無際 七八兩世因為沒有外境 所以它只會無際 只是一個是有負的 一個是什麼 無負的 第七世是有雜染的 第八世是沒有雜染的 它這個叫做真待直境 這個叫做四代直境 第六世 這個叫四代直 這個叫真待直 同樣叫做代直境 唯一是很厲害的就是 同樣代直境也還可以分 還可以再去做切割 因為在向上是可以去做切割的 所以呢 我們第七世是不是有非量的基礎啊 有非量的基礎 但是唯有透過第六世 所以我們常講 我們修行下手之處是第六 因為性靜限量的線前是要靠第六 不是靠前面的 雖然前五世 它本身就是性靜就是限量 是因為沒有第六世去干擾 但是實際上我們的眼視而是鼻視 蛇視深視 如果沒有意識去干擾的話 我們就不知道看到什麼 它是不沉著 它是不起作用的 意思也就是說我們不可能把 我們只要前五世而不要這個心 那是不可能 但是我們只要這個心不要前五世 是有可能的 是修訂 對不對 因為有心在 才有生命的現象嘛 我只有前五世而沒這顆心的話 那還活得了嗎 前五世也沒有意義 所以我們的性靜限量 雖然 八字規矩頌說這裡是性靜限量 但是這個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我們第六世馬上就會去怎樣 去做判別 所以我們所要的性靜限量 是出現在第六世 這樣看懂嗎 這裡沒有性靜限量喔 其他的地方 好 所以 第六世它本身非常的複雜 對不對 它有三境 有代直境 獨影境 剛才講說有兩種 那是 不包括性靜 叫兩種 其實是三種 這是透過修行 到超凡入生才有的 那這裡的獨影呢 有 有職獨影跟無職獨影 簡單的說就是 有價值跟沒有價值 我們有時候的 我們的有職獨影是什麼 比方我念佛 是有職獨影 我觀的是佛法 是有職獨影 但是有時候我們說 喔 這個孩子出門了 哇 到了上更半夜怎麼都沒回來 喔 就開心歡樂啊 尤其這個媽媽 走過來走過去 是不是睡不著覺啊 哇 想東想西 啊想的是不是都很不好的 你不知道會怎麼 會怎麼 那個喔 說實在對事情都沒有幫助 因為那是煩惱心 煩惱心 反而容易去促成業障的現前 這個時候其實我們更要善心 善心善念是有職獨影 這個時候反而應該 喔 趕快 為他念佛 趕快 他趕快平安回來吧 那當然這個就要有功夫耶 我們反覆 反覆的特性 是不是 不用學都是用環擾的方式啊 但是我們學佛之後呢 是不是就是應該要改變方式 這樣理解嗎 喔 我趕快送一部經吧 可能經沒送完他就回來了 平安回來 比較容易啊 不要說是孩子啦 先生啦 或是什麼都是這樣子 喔 所以 我們 在獨影裡頭要什麼 有職獨影 不要無職的 像這些都是無職的 因為他都在非量中 而且他只有餓跟什麼無機 有職的話呢 他可以在 他 他也會在善味中 也有有職獨影 他可以透過比量的方式 非量成分 其實這裡還是有點非量的 不過他就善 所謂有職獨影 他必須是善念 才是有職 善念 為什麼有職 因為善念是不是點滴全都錄啊 不要以為 沒看東西 其實呢 點點滴滴是不是都錄在七八兩式裡頭啊 所以限量它本身是善的 那第七是只有一個靜而已 叫做真帶直靜 它是非量的 它是有負無忌的 有負無忌 帶直靜是我們日常生活的 這個無職獨影也是我們經常會起來的 意義不大的 所以我們的努力要努力在什麼 也要有 當然也要有帶直靜 五具意識的學習 學習是不是都要學習正面的啊 學習的是正能量啊 我們才能夠用在我們的什麼 有職獨影上啊 等某一輩子 這是累結術士的累積到某一輩子 終於超凡入生 那就是性盡限量的先前 所以在八十規矩宋裡面 第六式它是三信三量通三禁的 所以第六式是最豐富啊 最豐盛的 資料最多的 可塑性最大的 修行下手處在第六 在第六 那第六式呢 三界倫時亦可知 我們現在到底在三界的哪一界 是靠第六式來理解的 有欲界、色界、無色界嘛 是由於第六式 不是前五式 也不是第七、第八 而是什麼 第六式來知道我們現在在哪裡 我們人趣是不是在欲界裡頭啊 那在欲界當中 我如果修善的話 我就不至於墮三二道 那我修的善很多 那麼可以到天道去 那就是地居天跟空居天 這欲界天 但是色界天呢 就必須要修禪定了 色界天、無色界天這些都必須要修禪定 所以天道是三界都有的 我們人的話是在欲界裡頭 當然如果我們修定也可以去感受到色界 比方出禪 雖然不是出禪天 但是呢 我起碼也能夠去感受到出禪啊 種種 所以呢 這三界會構成所謂的九地 這個叫做五趣雜居地 最下面這個呢 是不是也是最複雜的 欲界叫做五趣雜居地 上面呢 有四禪 叫做離生喜樂地、定生喜樂地、離喜廟樂地、舍念清淨地 再上去呢 就是無色界的 空無邊處地、室無邊處地 無所有處地到非向非非向處地 所以總共有九地 這個是空間上面的九地 跟我們剛才講的修行上的 這裡也有十地喔 這個是高度的問題 這個是修行的境界問題 所以有時候要看這個地是在講哪個地啊 前面這個是很簡單的 不是說很簡單 這個是透過修訂的方式 外道也一樣可以喔 但是佛教的這種 這個要超凡入聖 因為其他宗教其實都還是在凡夫的成分裡面 就算到了天界 是不是還是在凡夫啊 佛教是能夠出世 有釋出的智慧啊 那菩薩道不僅有釋出的智慧 他還有釋入的慈悲心 他卑至雙運 願意去幫助眾生 利益眾生 所以才可能說從出地 所以菩薩地上我們叫做登地 登出地、二地、三地、四地 一直到十地圓滿 然後成佛 這也是佛法難的地方 有時候同樣的名相 卻是講不同的東西 那第六四是不是 五十一個心所全部都有 第六四呢 善惡的念頭只有 只在一念之差而已啊 第六四它 五十一個心所全部都有 所以我們在白法明門論裡面的心所 講了五十一個是針對第六四來講的 所以我們一直強調 我們修行的下手處在第六四 第六四最豐富 五十一個心所全部都有 前五四只有三十四個 第七四只有十八個 這裡只有五個 心所 鎖是被動的 看什麼心王 哪一世 它是不是相對出來的不一樣 那第六四的這個 它的心所最多 表示這個心王 第六四的心王的力量最大 它的擁有的兵最多啦 軍隊最多 它的這個 這個要做事情的力量最大 所以這裡講五位白法有沒有 五位白法裡頭的心所 心所 第六四全部都有 全部都有 那第六四的一元 第六四它一在哪裡呢 你看 這個第六四 第六四它如何起作用 一個它必須要放在哪裡 第六四它是不是放在第七跟第八四的上面 所以它會放在哪裡呢 一根 第六四每一四都有它的根喔 眼四有沒有眼根啊 好 那第六四的根在哪裡 七八兩四叫做一根 第七四又叫做染靜一 第八四叫做根本一 那第八四不僅叫做根本一 它還含藏了很多的種子 所以它一在一根上面就有 第一個第二個第三個 一元啊 它圓在什麼地方上面 它是放在染靜一 根本一 還有種子一上頭 好 然後呢 第六四它必須要一根圓靜而生起了事 才有第六四的作用 依著根嘛 依著根嘛 依著根是不是就這三個 三件事情啊 雖然是第七四跟第八四 但是第八四它還包括種子喔 好 然後它要一根圓靜 所以這個根本身有三 三件事了 染靜一根本一根什麼 種子一 它圓什麼靜 第六四它有髮靜 就像眼視它是不是看到有色靜 耳視有什麼啊 深靜 第六四有髮靜 我們的腦海裡頭 我們現在講什麼講什麼 我們腦海裡頭是不是依稀彷彿 好像也有一些現象 只是模模糊糊的 什麼時候有時候它會清楚啊 修定的時候它會清楚 我們在散亂中它是糊塗的 我們說我記得某一個人長什麼什麼模樣 但是我們在腦海裡頭不是那麼明確 怎麼明確呢 拿相片 哇就是這個人就是這個人 是不是也要陷到前面來才看 就是說我們平常是 那個髮靜喔 也因為模糊 所以它其實 它很多它的那個範圍很大 它的範圍非常大 所以它是一根圓的靜而生事 而起作用叫做做意 二合生事叫做做意 三合生處 所以第六四它是有染靜一 根本一跟什麼種子 它的靜呢是它的髮靜 它跟靜合合叫做做意 所以它要有五種圓和合 第六四才會起作用 這個有點困難喔 沒有關係 都是一根圓靜 生起了事 叫做做意 每一個都一定要有做意 那個事才會存在 然後它也必須要依在哪裡 依在哪裡 這是第六四的意緣 那第六四的體相頁用來講的話 性戒受三橫轉意 因為它第六四知道 我們現在是善性還是惡性還是無際性 我們在三界中的哪一界 我們在三獸中的哪一獸 三獸簡單講叫做苦獸、樂獸跟捨獸 複雜一點呢 還包括了憂、喜、苦、樂、無獸 還有捨獸 橫轉意 第六四的念頭要轉是很快的 一念之差 我要思善還是思惡 決定在我的第六四 我究竟要思善還是思惡 那麼其實還會有一個想 來讓我們思 因為五片形裡頭有做意觸受想思 在思之前還有個想 那這個想呢 就是如果有佛法的話 有正面想 我們思善的機會是不是就大 我們如果負面想 我們就怎樣 容易思惡 容易思惡 沒關係 這個等一下還會再詳細講 那跟隨性等總相連 根本煩惱 隨煩惱 性等就是有十一個善 十一個善心所以性為首 但是加了等 還有五片形 還有五別鏡 還有四個不定心所 總個相連起來 總共有五十一個心所 光這句話就五十一個心所了 所以八十規矩獸 唯一不是用中文來理解的 它是要用系統來理解 是不是 動身發語獨為罪 能隱瞞能招業力千 因為第六四 它是動身發語 是因為有第六四的這個 第六四這個獨指的是第六四 異業領導我們的生業跟口業 我們異業如果善 我們的口業跟生業是不是跟著善 那個叫動身發語 的關鍵是第六四 私善還是私惡 關鍵在第六四 那第六四 如果我們的善因緣累積多 達於60%以上 我們就會往生善到 如果我們的惡因緣達於60%以上 是不是就舵三惡道啊 非常公平 不用官說 也沒得搞官說 真的沒有辦法 所以這個叫動身發語獨為罪 隱瞞能招業力千 先用隱業 隱道善道還是惡道 六道的哪一道 滿業呢 是每一道裡面的福報問題 叫做滿業 每一道都有它的福報 天道當然充滿了福報 人道裡頭是不是也有福報大的人 跟福報差的人 畜生道有沒有福報大的寵物 寵物也是福報很大的 惡鬼道有沒有福報大的 也有多才鬼 有多才鬼 有少才鬼 有無才鬼 地獄道有沒有福報大的 嚴羅王 還是有權有勢 所以光修福報是不夠的 因為每一道都有可能 要修智慧才讓我們知道 到底要去哪一道 以上是屬於巴士規矩送說的 我們先在這裡告一個段落 接下來才是我們現在要講的 七段裡面的第二段 阿彌陀佛